买了一块上好的五花肉 这块肉要价值典开人民币 今天这块肉呢 我是用来打算做红烧肉 受到了我厨子朋友的真传 之前看过它做过很多次的红烧肉 所以来打算尝试一下 这块肉为什么没有肉皮呢 没有肉皮真的太可惜了 我明明很喜欢吃肉皮的 像这样一片肉可以分成三块 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 然后就可以冷水下锅焯一下 我的肉已经焯完时间了 但是大家注意一定要把水分控干 不然一块下锅的话 会煎得到处都是前车之间 我没有冰糖 所以只能用这种白糖来代替 当然冰糖是最好的 糖已经变成焦涩了 非常紧张 因为可能会煎得到处都是 成功了没有煎得到处都是 一定要多翻炒一下 这样把油脂都排出去是不会很密的 差不多到了这种程度就要加入最关键的材料 就是做红烧肉的精华 贵皮和香叶我从锅内带过来的 来一点生抽 来一点老抽 最后一步加入一点水 煮个半个小时40分钟就差不多了 哇 终于做好了 这个红烧肉真的受到了我厨子朋友的真传 但是肯定不如他做的好吃 他有掌握火候啊什么的 还加了腐竹 蛋 而我呢 一切从简 但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除此之外 我还准备了一点点青年萝卜 这好像和你们平常在网上看到的韩国萝卜不太一样 没有辣椒 因为我不太敢吃辣椒 所以把辣椒冲掉了 这就是想吃泡菜 迫不得已的办法 然后准备了一碗米饭 要知道中餐在韩国卖的很贵 同样的道理 韩餐在国内卖的也很贵 我很久之前点过一份中国外卖是90块钱一份红烧肉 正常90块可以在外面吃一个自助烤肉 外卖的量最多也就只有他一半多 如果自己会做的话 他做一份是很划算的 可以吃两顿 也可能三顿 我觉得如果用冰糖的话 上色会好一点 颜色会更深一点 嗯 太配了 今天的米饭也有点多 是已经冒出来了 吃一口奢侈 这个五华肉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把皮也去掉了 之前买的也没有去掉 而且我感觉这种肉好像长价了 青年萝卜真的很解腻 如果想吃泡菜的话可以找黑子 我是有卖的 我怎么打起了广告 看里面还有一点点脆骨 我是最喜欢脆骨的 这么好吃的汤不泡点饭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我忍不住了太好吃了 再来一块肉 感觉不吃肉都可以了 最后一根萝卜 最后一口 早知道就多准备一点米饭 你们现在看起来盘子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对吧 但是你看这边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可能这个角度看不出来 但是我已经吃了一半了 这样就清晰一点 好了 黑子已经吃完了这一顿饭 非常的满意 那制作的过程已经非常完整的展现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好奇的话 可以自己亲自来尝试一下 真的不是很难 也可以在里面加点腐竹和鸡蛋 超级好吃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和投币 我是黑子 拜拜